李克强会见澳大利亚反对党自由党领袖特恩布尔和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州长布莱 强冷空气入侵 京城迎来漫天飞雪 崔寨人摇身变成法人代表 武汉楼高高事件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利益纠葛 新闻30分带您继续关注 巴西空军公布2007年圣保罗孔格尼亚斯机场空难事故的调查报告 事故原因为飞行员操作失误而非机械故障 燕火点燃伦敦夜空 英国喜迎2012年伦敦奥运会倒计时1000天 潜水爱好者齐聚佛罗里达州海洋保护区参加水下克南瓜大赛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观众朋友中午好 中午好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并继续为您播出的新闻30分 欢迎各位收看 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当地时间31号 在布里斯班会见了澳大利亚反对党自由党领袖特恩布尔 李克强表示 多年来澳大利亚自由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 积极致力于推进中澳友好合作关系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中方对此表示赞赏 李克强强调 政党交流是中澳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愿在独立自主 完全平等 互相尊重 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基础上 进一步开展与自由党的交流与合作 巩固并继续推进双边关系 不断向前发展 关于中澳关系 李克强说 中澳之间存在广泛共同利益 中方愿与包括澳自由党在内的澳朝野各界共同努力 推动中澳互利共赢的全面合作关系 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 特恩布尔说 澳大利亚自由党认为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 不应将中国视为战略威胁或潜在对手 自由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尊重并支持中国政府 为维护国家主权 领土完整 和国家统一所做的努力 不支持任何分裂中国的势力 当天李克强还会见了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州长布莱 李克强说 中澳关系基础牢固 发展潜力巨大 只要双方不断增进互信 加强对话 促进务实合作 就能够将中澳友好合作关系 推向新的发展水平 李克强表示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方与昆州的友好合作关系 我们愿与昆州共同努力 加强双方相互投资 深化农木业合作 拓展矿业 清洁能源 环保 高新技术等领域合作 加强人文交流 把双方的交流与合作推向新的高度 布莱表示 昆州政府愿与中方密切合作 为巩固双方合作关系做出新的贡献 他还表示 明年将率领昆州经贸代表团出席上海世博会 期待上海世博会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领导人都十分关心中澳关系的发展 根据两国领导人的共识 中澳双方就如何规划指导下一步两国关系的发展进行了商谈